- 你知道我這輩子第一部在電影院看的電影是《玩具總動員》 - 對 Sorry 好看 - 非常經典的一部作品 - 我已經忘記我第一部是什麼電影 - 可是我一直覺得玩具總動員他缺少了一點東西 - 是嗎? - 它不夠暴力 - 當我看到一個有生命有自己智慧的玩具的時候 - 我期待看到的是戰爭 - 是毀滅 - 是殺戮 - 是絲衡片 - 你知道老少爺贏的東西 - 對對對對 - 所以你的童年是有什麼樣的意義嗎? - 啊 - 啊 - 啊 - 是的 - 如果你跟Brian一樣變態的話 - 你也會欣賞《金兵總動員》這部電影 - 因為這部電影雖然標榜的是家庭片 - 不過它其實就是搶救雷恩大兵版的玩具總動員 - 哼 - 這部電影的導演是Joe Dante - 他1984年的經典電影《小精靈Gremlins》 - 它也是一部標榜荷家觀賞 - 可是實際上卻是異常的殘暴嚇人的恐怖喜劇 - 嗯哼 - 這一部電影《金兵總動員》 - 它的調調跟小精靈很接近 - 可是卻一直沒有小精靈的經典地位 - 在《金兵總動員》這部電影裡面 - 兩個玩具設計師正在各自開發不同的玩具系列 - 這一位由David Cross飾演的設計師 - 想要設計一套富有教育意義的玩具 - 因此他設計出了一群愛好和平的外星種族 - 叫做高甘心人 - 而這一位由J. Maurer演出的設計師 - 則打造了很像G.I. Joe的魔鬼兵團 - 不過在老闆的壓力之下 - 這兩款無關的人物硬是被湊成同一個系列 - 現在這些人是軍人,對嗎? - 軍人需要什麼? - 軍人,先生 - 軍人 - 軍人? - 這些傻眼的傻眼的傻眼 - 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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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眼的傻眼 - 老闆希望這些玩具 - 能夠擁有與真人互動的能力 - 所以設計師就擅自訂購了高科技的軍事金片 - 植入玩具的體重 - 直入玩具的體重 - 輸入玩具的體重 - 不是這一部 這個頭髮像特南克斯的男孩是主角Alan 他是大家眼中的不良少年 但是在電影裡面他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 不過他演過西斯萊捷的弟弟就是了 Alan每天放學都會到爸爸開的玩具店裡面幫忙顧店 而且他暗戀蜘蛛人的女朋友 有一天他跟送貨司機 凹了一組魔鬼兵團和高甘心人 認為這套玩具能夠改善店裡面的生意 沒想到裝了高科技晶片的玩具們 產生了自我意識 由奇普少校帶領的魔鬼兵團 展開對高甘心人的獵殺 也就是說 那兩位小咖玩具設計師 意外發明了魔鬼終結者 高甘心人的首領Archer 雅氣 偷偷跟著Alan回到他家 很快地就發現了人類世界最偉大的發明 網路 在高甘心人故事設定裡面呢 高甘心是依照美國優勝美帝國家公園畫的 所以在Archer的眼中 優勝美帝就是高甘心 在Alan發現這群玩具有生命之後呢 也很快發現魔鬼兵團開始威脅到人類的安全 於是決定聯合高甘心人 抵擋這群玩具終結者 這部片子的配音陣容值得聊一聊 吉普少校是由大家都很熟悉的K探員 Tommy Lee Jones配音 他的部署們是老戰爭片 The Dirty Dozen 絕死突擊隊的卡斯佩的 至於怪裡怪氣的高甘兵團 除了團長Archer 是老牌演員Frank Langella 其他的角色 則是80年代著名尾搖滾樂紀錄片 This is Spinal Tap 的演員配的 恐怖的洋娃娃配音員 是Sarah Michelle Gellar 和Christina Ricci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部片子不僅是給小朋友看的冒險喜劇 在吸引大人觀眾這方面 他們也是十分的用心 看看這一段魔鬼兵團的廣告 The future is here A new age has dawned For action The world's most awesome high tech fighting force is ready to battle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有多少小孩子會知道 這是在惡搞2001太空漫遊 可是當你知道它的典故之後 會覺得它很有趣 這部電影有非常多 不會像這樣子的流行文化梗 It's a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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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the smell of polyurethane in the morning I love the smell of napalm in the morning 而且還會偷渡一些澀澀的梗 魔鬼兵團可以說 百分之百反映了 美國對於英雄主義 以及軍隊的崇拜 每一個成員都是卡通化的 美國越戰大兵 然而在這部片裡面 代表美式英雄的魔鬼兵團 卻被描寫成反派人物 他們是殘忍的好戰分子 為了消滅敵人不擇的手段 甚至還去綁架人類的小孩 和平的高甘心人 卻只是因為長得醜 就必須遭受性命的威脅 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了解這部片子 其實是對美國暴力文化的嘲諷和譴責 威武帥氣的戰爭英雄 很有可能只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霸 問題來囉 如果這部片它真的在譴責暴力 那它怎麼會這麼的暴力 如果這些發生在玩具上面的遭遇 發生在真人身上 那這部電影應該是一部 連日本人都拍不出來的 最變態最血腥的電影 這部電影裡面有 斷腿 絞肉 斷頭 剝皮 肢體有趣 眼圈外熱 射服 炸死 燒死 還有辣妹合唱團 電影結尾的大屠殺 真是看得我瞠目結舌 而且裡面的人類 謀殺這些玩具 謀殺得超開心的 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充滿著變態愉悅的笑容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這部電影 一直都沒有得到一個很好的評價的原因 因為在批評暴力 在批評美國英雄主義的同時呢 導演又用了一個非常暴力的方式來呈現 不過你在這麼多年回過頭來看以後 你會發現其實當年的動畫 絕對是走在當年的最前面 好萊塢的最前線 尤其是他的動畫在搭配上模型道具 完全把齊普少校跟那一群高幹心人 給演得活靈活現 這部電影裡面人類的角色也都很討人喜歡 Alan似乎是個中二屁孩 可是他完全不是 他跟高幹心人的互動是非常真誠的 自然 非常自然的 然後當年只有16歲的Kirsten Dunst 他不是一個純粹等待男主角救援的弱女子 而是一個與他並肩作戰的鄰家父姐姐 這就是我愛上Kirsten Dunst的開始 到了最後 一夥人終於消滅了齊普少校和魔鬼兵團 Alan跟高幹心人結下了永遠的友誼 帶著他們到優勝美滴公園 送他們展開尋找新家園的旅程 全世界的人都拿這部電影跟玩具總動員做比較 對 而且他的名字中文翻譯就直接翻金冰總動員 嗯 對 可是這一陣子我又重看了一次之後 我有了一個新的發現 我發現這部電影 在劇情方面 跟變形金剛第一集完全一樣 蛤 有嗎 有啊你看喔 嗯哼 男主角是青少年 嗯哼 他喜歡一個年紀跟他差不多的女生 但是自己是鱸蛇 他得到了一個看似很正常的物品 卻意外發現這個物品 其實是一個來自外星的生命體 哈哈哈哈 好至少至少 他的設定啊 這個玩具的設定是來自微星球 對對對 如果是這樣子 然後有另外一幫 人血好戰的敵對勢力 想要將這個善良的生命體獵殺殆盡 男主角和女主角一同對抗敵人 最後成功獲勝 也幫助這一群生命體在地球找到欺身之所 連男主角的爸爸都是同一個人 這部片有飛車追逐 有爆破場面 除了沒有狗幹之外 精兵總動員基本上 跟變形金剛就是同一部電影 Major Chip Hazard Gorgonite Scum It's you and me Megatron No it's just me Prime We're nothing alike You are program stars You still fight for the weak That's why you lose 阿諾你怎麼說 Fuck you asshole Fuck you asshole Oh get the bike AHHHHHH OFUV Shoot Fuck you saw his stuck Fuck you